作为忠诚与智慧的化身 名臣和良相的代表 诸葛亮在百姓心中的知名度 可以说是非常之高 民间认知中 能够与他比肩的人物 堪称屈之可数 情商 智商 战略 战术 都真一流的诸葛亮 选择了辅佐刘备 在三国演义中 南一号刘备是仁德之君 南二号诸葛亮是千古良相 按照一般的小说套路 二人合作足以取得天下 然而大家都知道的结局是 刘备怒吉星兵伐武 一战而败死于白帝城 诸葛亮苦心经营蜀汉数年 虽小有工业 但始终无法改善蜀汉孱弱的实力 君臣二人同心 创建的蜀汉政权二婶王 诸葛亮的结局 绝对谈不上圆满 而这样的结局 在两人尚未见面时 便已通过水晋先生之口 得以揭示 水晋先生异欲成衬 水晋先生 本名似马辉 自德操 影川人士 生年不祥 为人清高脱俗 学识广博 有知人论事 间谍人才的能力 受到当时士族的敬重 公元198年 曹操尚未开启南下 夺取荆州的行动 因此 刘表志下的荆州少有战乱 境内百姓安居乐业 与此同时 刘备则正在小配 与吕布激烈交战 身为荆州墓的刘表 同时也是当时的文坛名士 他在荆州境内广开学校 邀请明家前来讲学 司马辉就在这时来到荆州 举襄阳 广收门徒 讲解经学 多年的教学生涯 让司马辉在荆州士族圈内 拥有极高的知名度和深厚的人脉关系 司马辉善于识别人才的能力 也在此时流传于世 公元201年 被曹操击败的刘备转头刘表 刘表将刘备安置在荆州北境的心野 作为与曹操对抗的前沿军事防御力量 刘备在此地难得地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大约在公元206年前后 刘备和司马辉有了一次见面 正是在这次见面中 司马辉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两人会面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当时 驻扎新野的刘备与驻扎樊城的曹人 离点正在连番激战 化名单符的徐树屡出妙计 协助刘备多次取得战斗的胜利 曹操得知刘备获得徐树相助 心生羡慕 派人将徐树的母亲接到了曹营 以此作为要挟 要求徐树北上投奔自己 徐树拾母甚孝 无奈之下只得辞别刘备 离行前 徐树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希望刘备能够亲自前去拜见 请诸葛亮出山辅佐 之后不久 司马辉来到了刘备的营寨 想要探望徐树 在得知徐树已经北上曹营之后 做出了徐母必死的推断 刘备提到 徐树临行前向他推荐了诸葛亮 司马辉笑了 说徐树走就走呗 还把诸葛亮推出来干什么呢 刘备闻言 向司马辉询问诸葛亮的才能 司马辉答道 诸葛亮其才不可良也 司马辉还把诸葛亮比成了 西周的江上江太公 西汉的张良张子房 高度肯定了诸葛亮的才能 但是 在司马辉辞别刘备出门之后 他留下了一句凯探的言语 卧龙虽得其主 不得其事 西在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 诸葛亮这个人 虽然找到了正确的主君 但是却没有生活在一个正确的年代 可惜了 其中隐藏的含义 就是刘备不可能统一天下 诸葛亮在尽心尽力 也难以获得圆满的结果 虽得其主 不得其时这八个字 可说 恰如其分地为诸葛亮的后半生 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三国的结局大家都清楚 曹魏 司马一系最终统一了中国 而刘备的蜀汉政权二婶王 大汉王朝也就此端了 司马辉的这句话最终得到了印证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这句话是出现在历史小说三国演绎 而不是正是三国之中 作为小说 作者是可以站在上帝视角 对情节 人物进行加工和修改的 而身处其中的历史人物 是否能够在几十年前 极准确地预判历史走势 彼人是存疑的 彼人认为 当时的世人对天下大事 会有一些基本的判断 这些判断是综合了天时地利 人和等多种因素之后做出的 从当时世人的一些言语和行动来看 彼人认为多数人还是倾向于曹魏统一天下的 而高智商 高情商的诸葛亮 也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点 但是他仍旧选择了辅佐刘备 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在正史中去寻找答案 正史里 刘备和司马辉确实有过一次见面 与小说不同的是 刘备是主动去见司马辉的 三国志裴松之著记载 司马辉对刘备说 如生俗世 岂是实物 实实物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福龙 奉处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般的读书人和见识浅漏的人 怎么能认清天下大事呢 只有能认清天下大事的人 才称得上是俊杰 这里的福龙奉处就是这样的俊杰 可见 司马辉是在刘备主动上门求贤的情况下 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和庞统 而他推荐的这两个人 也都最终加入了刘备的阵营 司马辉当时没有另外的言语 对蜀汉的结局进行凯探或预测 在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 接下来都是三顾茅庐的桥段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三国志记载了刘备三顾茅庐的同时 在裴宗之著中还记载了诸葛亮是主动去见刘备的 而且在最开始还不受刘备重视 这一记载与司马辉推荐诸葛亮 庞统以及刘备三顾茅庐是相互矛盾的 何者为真 何者为伪 留给后人评论 我们暂且以刘备三顾茅庐拜见诸葛亮 作为阐述一句 在当时 诸葛亮大约27岁 隐居荆州多年 不曾出山 假设诸葛亮此时出山的话 投奔的对象在本地有荆州刘表 北上则是曹操 向东则是孙吴 他的哥哥诸葛锦 彼时就在孙吴为官 向西则可投奔刘彰 这些人都是坐拥一周或数周 仗下假使无数的实力派 但是诸葛亮没有选择这些人 而是连续放了刘备两次鸽子 才与他相见 诸葛亮向刘备阐述了 龙中队的战略规划 由此得到刘备的信任 将之视为骨功 两人也就此相濡以沫 共创理想中的大业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辅佐刘备 原因即出自正式中 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那段对话 三国之记载 刘备府一开口 就用了十二个字 概括了当时的局势 即汉氏清颓 奸臣妾命 主上蒙臣 而诸葛亮在一番长篇高论后 则用了成鲁氏 则霸业可成 汉氏可兴以作为收尾 可见 此时刘备的理想 是要挽救清颓的天下 使主上从蒙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而诸葛亮的志向是辅佐明君成就霸业 欣赴汉氏 两人在中兴汉王朝这一点上 是高度契合的 可以合理推测 诸葛亮之所以为一直没有出山 是在寻找一个 可以和他一起延续汉氏香火的主军 同时 这位主军还要具备一定的基础 不会出师未竭身先死 而此时的刘备 则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 尽管实力不足 军队不多 年龄偏大 还缺乏良辰 武将也谈不上有多少 但是诸葛亮还是义无反顾地跟随了刘备 为他东奔西走 出谋划策 这一切都是因为诸葛亮的心中 还存在着那一团忠于汉室的火苗 水晶先生为何说诸葛亮不得其事 通过前文 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司马辉那句话 前半句的意思 司马辉说的是诸葛亮找来找去 终于找到一个符合其心智的主军 愿意倾力辅佐 但是 这句话的重点是后半句不得其事 也就是说 司马辉认为 诸葛亮尽管做出了出山的决定 他选择的主军也谈不上不正确 但是在当时天下形势里 诸葛亮出山的时机并不好 诸葛亮在龙中队里说 金操已用百万之重 携天子而令诸侯 孙权具有江东 以利三世 国险而民富 贤能为之用 在这里 他已经指出了曹操和孙权两方 对刘备的军事 政治和资源优势 诸葛亮是承认刘备的烈士地位的 他袭击于刘备可以通过占领 荆州和益州三分天下 与曹魏 孙吴相抗衡 在寻找十几两路北上 推翻曹魏政权 挽救害氏江山 然后强势押服孙吴 一统天下 这样的战略规划 不可谓不正确 但是以当时刘备的情形来看 能有多大的几率实现 并且不说即使能够实现 也是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 所以说 诸葛亮给刘备 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 并决心为之目标鞠躬尽瘁 死而后移 这体现了诸葛亮忠于害世的心境 也反映出诸葛亮为了正义目标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高尚情操 三国演绎的作者则通过司马辉之口做出论断 即使有高尚情操和坚强心智支持 刘备和诸葛亮的事业仍旧很难实现 刘备 诸葛亮这一对组合难以统一天下 原因已经有很多人论述 本文不再过多引述 只有一点想要表达一下 通过三国演绎的普及 诸葛亮的民间形象被大大拔高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三国时期的第一人 但是比人认为 在三国时期还有大批的谋士 与诸葛亮在一个段位上 其才智 情商与诸葛亮不相上下 曹魏阵营中的大谋士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早期的郭家就是一个典型人物 后世很多人都将郭家的才能与诸葛亮相比 甚至有人认为 如果郭家没有英年早逝 曹操一统天下的进程会大大加快 即使没有了郭家 曹操手下还有巡御 巡忧 承御 贾许这些知名谋士 此外还有忠咒 华欣 刘烨这些不为百姓熟知 但同样才智非凡的人物 还有那个徐术徐元直 他进了曹营之后 真的会一言不发吗 那是小说 在三国时期 各为其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徐术作为曹魏的谋臣 想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主军献计献策 孙吾这边的谋士相对知名度低一些 但是也不乏向鲁肃 周瑜 陆逊这样杰出的战略家 鲁肃更是早于诸葛亮提出了孙吾版的龙中队 其战略眼光就算比不上诸葛亮 但相信也差不到哪里 反观刘备阵营 能和诸葛亮比肩的 似乎也只有庞统 法正等少数几人 且皆英年早逝 除此以外 刘备能够延览到的高级人才并不算多 是因为刘备没有延览人才的举动吗 非也 刘备同样是是才如命的人 但是 当时的天下世人 已经用脚做出了他们的选择 很多世人选择了加入曹魏阵营 也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刘备统一天下的机会 是非常小的 大多数人看好的还是曹操 尽管历史上 很多人将刘备的蜀汉政权奉为正统 认为是汉朝香火的延续 在情感上也倾向于这个偏安益州的政权 这种汉氏正统的认识 通过小说又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但是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 也有很多人认为 汉氏已不可再续 雄居北方的曹魏 才是最有实力的军事政治力量 曹操也不是为一代英主 因此 我们看到诸葛亮的四位好友中 有三位最终归属于曹魏阵营 这其中包括曾经辅佐过刘备的叙述 所以 你看 在当时或许有更多的人 是倾向于由曹魏统一中国的 这种倾向也基于他们对天下大事 地理形势 个人实力的判断 因此 蜀汉能够在诸葛亮的 倾力维持下 与曹魏 孙吴分庭抗礼多年 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诸葛亮作为这项成就的创造者 即使最后没有获得圆满的结局 也不失千古名相的风采 可以告慰先主刘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